我们听听,有些老修行,已经听了几十年了,没听懂,还是人是我非,还是贪嗔痴迈,没入佛的境界,他入了魔的境界。 你的烦恼执着为什么不能够放下,因为烦恼天天熏习着你,这个熏习的力量是很大的,所以习惯成自然。 既然熏习有这么大的力量,我们为什么不用佛法来熏习呢? 读经是熏习,听经是熏习,念佛还是熏习。 知道熏习对我们有这么严重深远的影响,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来熏习自己,一定要慎重选择,这就是智慧。 肉眼简泽,贴眼通达,你就能够揭法如鲁。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,经过长期的讯息,真的明了,真的理解,真的放下来。 喊下两句,善之极灭,因生方便。 这个善,这个善,是善巧,没有智慧,你就没有善巧。 善巧是什么?善巧就是把智慧用在生活上,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上。 这样的智慧就是这里讲的善知,极灭是讲心,就是现在讲的心理现象。 因生是讲的物理现象。 心是什么?是极起的意思,念头的生命。 一是心理,一是物理,所以,善知极灭这四个字,包括的范围,无限深广。 太大太深了,如果不是对宇宙真相,真正的明了,是做不到善知的。 方是方法,便是便利,对于心理,物理,通达无碍,所以它有方便。 这就是生活的艺术。 看下面两句,不心事语,要在正论。 事语就是世间人的种种言论,叫事语。 像世间人的诗词歌赋,这是事语,这不是正论。 在中国,过去儒家,道家的经典,是正论。 文学里,大多数都是事语。 主要是,让人越情,越性,动感情的,这也都属于事语。 感情在佛法里是迷,它不是绝,佛法清净心理,哪有喜怒哀乐? 能引起凡夫喜怒哀乐的,都是事语。 这回我们有鉴定标准的。 能引起凡夫喜怒哀乐的,都是事语。 正语,是让你得真正的智慧,让你得清净心。 佛菩萨接引众生,是要在正论。 事语有没有? 有的时候,有的时候,用它来做引导。 比如说,像经典里,有许多急送,就是诗歌。 可以普称乐曲来演唱。 甚至于经典里的故事,可以搬到舞台上来演。 这些都是事语。 事语里真正的意义,在正论。 启发你的真智慧,破迷开悟。 于是,这个事语,它就变成了正论。 这是真正的智慧。